第766集 万古天宗的底蕴 别看只是让纯阳气血精纯了三成 但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纯阳气血本来呢就已经精纯无比 一缕缕的纯阳气血 足以抵得过寻常无辙 同样一缕气血的数十上百倍 在这基础上再次精纯 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 从这一点上就能够看出先天之气是多么的难得 这也是说北风感纵观千古 估计没有几个人在千年王境界比自己强的人存在 可以说北风真正到达了一种极限 万年尊的境界对于北风来说不知一提 如果想下一刻就能够突破 但是因为万古天宗的考核条件 北风硬生生地压制住了 别人是想尽办法不能突破 而北风则是拼命地压制将要突破的修为 水满自已身体如钢气血如水 如今北风的气血已经填满了水缸 就将要慢出来了 但北风却是要硬生生地压制着 可以压制不了多久 修为就会水到渠成一般地突破 到时候 北风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放开压制 让修为突破 装水的水缸变大 足以容纳更多的水 第二个则是水满 却溢不出来 最终水刚炸裂 根基崩坏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北风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肯定是会放开压制 让修为突破的 虽然可能不能够通过考核 但是与考核比起来 还是自己的根基更为重要 此时天目欣赏 最为顶尖的二十个势力 齐聚一堂 纷纷脸色沉重 十三无上宗门 五大顶尖使家 以及政府和武盟的顶尖强者 都聚集在了一起 总共二十人 这二十人 就是天目星真正的掌控者 这二十人 都是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任何一个人 都有着打爆星球的实力 但就是这样的实力 在通天剑与观星台的碰撞之下 也是如同蝼蚁一般 此时这些势力 都是摒弃前嫌 之前的一些小摩擦 统统被镇压了下去 因为众人明白 任何一家势力都可以覆灭 因为那是内斗 而如今呢 却是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那股不知名的力量 隔着不知多少星星 与通天剑交手 都差点摧毁了天目星 要是真身降临 拿什么抵挡 在那种力量面前 自己等人引以为傲的力量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不得不说 人类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安逸的时候窝里斗 打生打死 可一旦有威胁到 所有人的力量出现 瞬间就会抱团取暖 谁也不知道 这二十人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一位位老怪物离去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这次考核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提前结束 现在 前一千者通过考核 成为万古天宗的核心弟子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这一天 北风正在房间内修行 突然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 一道冷漠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到北风的耳中 哈哈 我正好在第一千名 等等 我是不是听错了 这一次考核结束了 居然有一千人 成为万古天宗的核心弟子 此时都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该回来的都回来了 没有回来的人 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此时众人纷纷从房间走了出来 有人欢喜有人愁 特别是排名一千之后的舞者 更是落寞 后悔不已 暗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尽全力 哪怕多杀一头荒足 恐怕结果也是大不相同吧 要知道 以往万古天宗 只招收几人成为核心弟子 这一届尽管有些特殊 但是许多人想来呢 恐怕也不会超过二十人 既然如此 自己就算是通过了这一关 也成不了最后的数十人之一 但现在荒诞呢 却是宣布考核就此结束 没有后续的考核了 足足一千人 成为万古天宗的核心弟子 无尽的悔恨 在不少人心里扎根发芽 极度地看向身边欢喜的舞者 要变天了 这一次万古天宗居然招收了足足一千人 唉 恨不逢时啊 要是上一届 这样就好了 老一辈的舞者 也是纷纷惊叹 没想到这一次万古天宗 居然把入宗条件放得这么低 要是当年自己考核的时候 条件放得这么低 恐怕现在自己啊 又将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吧 但是更多的人则是想到了 万古天宗的反常 肯定与之前的变故有关 不由的 众人心中又生起了一股沉重 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这一千人中 不知道有几人能够成才 老祖吩咐 自然有其道理 我万古天宗无数年来的底蕴 培养区区一千多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 荒诞愉悦 暗中交流 都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忧色 前二十跟我走 荒诞看着下方乱糟糟的一片 不由得眉头一皱 恐怖的血腥气散发出来 让所有人都是背后汗毛竖起 如同被史前凶兽盯上一般 很快的 北风等人站了出来 被荒诞裹挟着离开 而岳则是领着 其余的人也一并离开 只剩下一群 没有通过考核的舞者 留在了原地 北风等人 被荒诞裹挟着离开 直接破碎虚空 在虚空之中前进 没有人说话 气氛有些沉重 荒诞也没有开口 一脸的冷冽 浑身散发着 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时间不长 荒诞出手 直接撕裂虚空 从一片漆黑的空间之中 钻了出来 眼前一片庞大的山脉 出现在众人眼前 如同一头被困住的绝世凶手 想要挣扎着一飞冲天 北风等人折舌 不过片刻的功夫 众人就已经跨越了 不知多少距离 出现在万古天宗的宗门驻地之上 山脉庞大无比 无法形容其壮阔 山脉之中简直就是一方天地 两株松树挺拔 庞大无比 直刺云霄 离得近了 隐隐能够闻到空中弥漫的松香 一颗颗紫金色的松塔 足足有房屋般庞大 挂在树梢之上 两颗松树之上 总共不过数百颗的松塔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仅仅是闻到这一股香味 就让人头脑围着一清 同时气血运转的速度 也加快了不少 一根根清脆的松针密布 每一根松针 都是如同长枪 闪烁寒芒 进入考核的前二十名 你们有一次进入藏经殿的机会 可以挑选一部功法 荒诞在前方引路 口中对着众人说着 一路上 众人已经有些麻木了 灵药随处可见 圣药虽然要少一些 但也有不少 偶尔一些崖边 或者老树之下 更是有着仙药惊鸿一偏 山脉之中 楼宇林立 隐藏在山水之间 若隐若现 一路走来 众人见到了不少的身影 无一例外 气息强大 但都是恭敬地向着 荒诞一行人行礼 让北风等人震动 这些人的修为最低 也是万年尊的境界 而且战力强大 远远比寻常同境界的武者强大 放在外界 那也可算是天骄之辈 但此时却只能为万古天宗的谱从 只是管中溃豹 可见一般 仅仅是显露出来的极少数的底蕴 就足以让人心惊 这就是十三无上纵门之一 无数年来 积累下来的底蕴